消费讯息进一步来关心 现在因为没办法出国 所以不少人就把旅游的经费转移到国旅上 连带造成了饭店业者的订单爆量 在彰化鹿港有一间商旅 疫情期间原本他们的订单掉了两成五 但是现在国旅市场回温 暑假的订房率最高已经来到了八成 另外在鹿港第一家国际级饭店 6到9月份的假日订房已经全满 而接下来还会有三倍券的加持 能不能够带来人潮提高消费 老街摊商都乐观启程 饭店柜台人员电话接个媒体 全是民众打来询问住房资讯 肺炎疫情趋缓 民众敢出门了连带提升国旅热度 四人豪华客房 温馨舒适窗边设计合适空间 窗里一开马上就能看见国家古籍龙山寺 回来彰化鹿港的第一家国际级饭店 三四月疫情爆发时 业绩几乎对半砍 平日的话就是将到三四成左右 饭店业者苦称总算等到国旅重现曙光 从五月来看订房达到八九成 六到九月暑假订房全满 防疫期间靠着商务客住宿 业者推住一晚再送一碗住宿券 平日订房也都有六七成 疫情即将解封国际饭店出现满单 另外鹿港这间饭店同样受到疫情冲击 订房完全降到谷底 所以门的时候 我们是三四月掉到只剩下两成 业者现在也感受到市场回暖 上个月订房率达到五成 暑假最高达到八成 为了抢客也针对医护人员 以及家庭客推优惠 推行程 国旅带来人潮 接下来又有行政院的三倍券 加持直接受贵的 当然还有老街摊商 有消费就有贪到 等同现金嘛 有帮助当然就是好 对我们商家都是好处 2020肺炎疫情出不了国 民众干脆把出国预算 全都留在国内好好享受 也带动了国旅市场 人气回温 接下来到老茂 终于不得 人气回温